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乐者 拈花惹笑 拨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学 第803集 熊儿 静儿她 凤颜的话还没有说完 啪的一声 凤九儿在她脸上落下一个活辣辣的五指印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她会突然出手 也许就连凤颜自己都没有想到 可凤九儿真的出手了 而且力气还是有几分重的 凤颜抬眸看着凤九儿抿了抿唇 好看的双眸中滑下来的是泪还是汗 谁也不清楚 她死了 是吗 看到她这般死寂的模样 凤九儿还嫌自己刚才打得不够用力 她死了 一尸两命 她瞪着凤颜冷声道 不是你害死她的吗 你明知道父皇 难道这事你觉得自己不该负责任吗 想起这抹瘦小的身躯 凤九儿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模糊了双眸 你明知道她不会放过清儿 你为何不救她 你堂堂一个疯族二皇子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算什么男人 你算什么男人 清儿 没想到在自己知道她名字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人世 凤颜长发凌乱 整张脸不是汗水 便是鲜血或是泪水 她微微勾了勾唇 两眼空洞 笑得无奈 笑得阴沉 笑得看起来还真的有几分没心没肺 他伤了你 父皇是不会放过他的 我想救 又如何能救 视线 在她如同死坛的毛子中扫过 凤九儿紧握着拳 闭上双眸 深吸了一口气 二皇兄还是很爱清儿的 是不是 也对 连孩儿都有了 怎么会不爱呢 心脏被狠狠地揪着 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可凤九儿不知道自己现在还能做什么 公主 要不先给二皇子止血吧 他流了很多血 这样下去 我怕 半蹲在凤岩身旁 扶着她的古明城 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听见古明城的话 凤九儿才在凤岩苍白如纸的脸上反应过来 带她回殿 快 在剑衣的帮助下 凤岩很快便被带回了她自己的宫殿 清洗伤口 消毒 上药 包扎 整整花了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凤九儿才将她的外伤处理好 让凤岩躺在了铺了几张棉被的床上 凤九儿坐在床边 给她湿针治疗内伤 九儿 去去小伤 并不碍事 看着小丫头沾满汗水的脸 凤岩有几分沙哑的声音响起 这是她回殿之后的第一句话 剑衣向前 拿起汗金 给凤九儿擦了擦额脚 稷儿安静地守在一旁 凤九儿的动作 也不过是在凤岩说话的时候顿了下 并又继续给她施针 清儿说的话 都是真的吗 插进一根根针 她回头又捏起另一根 一提起宫女清儿 凤岩的目光再次暗淡下去 九儿指的是世君之事 她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双眸 我该想到的 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做 凤九儿心脏不舒服 动作又停顿了下来 却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意思是 父皇让你们三人 当我的侍君 真有此事 是 凤岩寒守 看着凤九儿 这辈子 我们都会守在你身旁 你们都是我的皇兄 我不需要你们这般守着 凤九儿根本就不屑这些事情 她的公主殿里 除了九皇叔 木母和剑衣 还有七个侍君 现在就连她的皇兄 都当她的侍君 她要这么多男人做什么 她不是君王 即使是君王 不需要后宫三千 她不要 她需要的 只是一生一世 一双人 可在这个皇宫里面 真的可以吗 九儿 我们三人都是父皇受养的 并非是你亲兄 凤岩沙哑的声音 再次响起 父皇说了 以后我们便是你的侍君 这辈子 只能一心一意 守在你身边 不得有一心 这一针下去 位置差点偏离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脸了脸神 继续施针 待所有要施针的穴位 都施上针之后 凤九儿收回视线 掏出一盒药油 凤岩伸出大掌 抓上了凤九儿的小手臂 我并不知道 父皇会这样安排 才会和清儿 九儿 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人是清儿 不是我 凤九儿瞪了床上之人一眼 倒了一点药油 在掌心处 还有 你和大皇兄 三皇兄 永远都是我的皇兄 这件事情 我会自己与父皇说的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 要是你没有能力 去保护好一个女孩 你就不该去爱她 你没有这个资格 说到底 清儿是被你害死的 不是吗 凤九儿开始帮凤岩上药 神色淡然 就像受伤的 不过是一个陌生人那般 也许她这辈子 都忘不了清儿 那死寂的目光 清儿之死 父皇有罪 二皇兄有罪 是石手 他也有罪 接下来的两课钟里 凤九儿没有再说什么 寝房里 安静得如同 银针掉在地上 都能听见那般 死一样的静 将银针收回 放好 凤九儿一脸沉重的 在床边站起 不知是心里不好受 还是身体不好受 一个不稳 她身子晃了晃 九儿 凤岩欲要起来相扶 剑衣比她更快 长腿一迈 便来到了凤九儿身旁 扶了她一把 你 你没事吧 剑衣好看得眉心一簇 恨不得将她扛回去 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儿 可惜 要是这丫头 有如此听话的话 那世间 便没有不听话之人 凤九儿扶了扶额 推了剑衣的大掌一把 走 回公主殿 剑衣无奈 放开了她 举步跟上 九儿 凤岩单手撑起身体 看着转身的女孩 凤九儿并没有理会 一句话也没留下来 走了 凤岩闭上双眸 软倒在床上 走出宫殿 凤九儿停下脚步 抬眸看着灰暗的天际 深吸了一口气 再缓缓虚出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努力地将眼底的泪水 压回去 她才收回视线 走吧 我要回去看看九皇叔 她早该醒来了 丢下一句话 凤九儿往前迈步 剑衣一顺不顺地 看着走在面前的女孩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最终 她一句话也没说 举步向前 一如既往地 守护在她身旁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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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